然后呢,如果哪一个是不好,哪一个不好呢,我会尽量听人家的意见,然后尽量的去改它,就是用那个佛教的那个三个阶段,戒,定,会,就是,戒就是,好,这个东西我,我承认了,是,这个呢,应该,应该再多做,还是这个东西应该再多少, 减少,不好的习气,抽烟喝酒,打赌,乱花钱,吃喝玩乐太多,这种的很多习气,大家都会分得清楚吗,分得清楚吗,等下,我会,后面我会来给大家聊聊啊,我现在我给人家一两个的那个功课了, 会认识自己的习气吗,然后会分得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吗,第三,就是,有没有固定,有没有规划,要戒掉,要用中文,戒掉,然后在戒掉的时候,也会懂得去参考,去检查它说, 它真的有减掉,从100%的不好的习气,又变成一半,一半变成快,快完了,然后最后,这个习气没有了, 这种的观念呢,应该是以前,我们叫,人文,还是,叫什么,传统文化,对不对,因为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呢,没有以前的那种的, 辱教,道教的,离开社会出去啊,离开城市啊,爬到山上去,在山洞里面,碰到一群人在跟,上人,上知识,跟,孔子,跟老子学习,这种的环境没有了, 现在大家都只是,在手机上,在电视上,看看看看看看,然后就在很多啊,QQ在很多,微信,交换交换资料而已,没有那种的,有老师,有善知识的,用那个上人,圣人的东西来跟我们,给我们学习的这样的, 所以呢,我还是那种以前的,传统的老师,讲今天呢,应该年轻人有时候也说,老师你在讲什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哈哈哈哈 那,啊,啊,希望大家呢,会觉得我讲的这东西呢,是对我们的生命呢,很,很重要的,啊,我还会说,这个东西呢,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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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识呢,就是,他是虽然看不见的,我们每个人的习气啊,勤劳啊,帮助别人啊,有礼貌啊,呃,会做事情干净,会跟人家合作,会,会,管地方,很多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 但是你有没有去分别 分别是很重要的 在很多宗教里面它叫觉醒 然后也会说哪一方面应该做 哪一方面不要做了 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的知识 只是会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吃好看好玩 等等往前去了 所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现在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控制不了的贪嗔痴 完蛋了 他们都不懂说要控制吗 是吗 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有一张写太文的 第一点要给大家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习气 习惯 个性 等等 可以改的 如果没有那么坏 我们都可以改变成好 也有很多 我们不好的可以用佛教 他们叫生生灭灭 我们可以灭掉的 我们大部分就是有情绪 有犯戒 常常会做不好 会欺负别人等等 完全都可以改的 完全都可以改的 谁在改 谁在有一个目标 我呢 以前从年轻 然后出家33年 我年年都有在规划说 我今年要特别改什么缺点 真的有啊 我有很多 我的证明书 我的日记呢 都会 这个月我要改什么 有时候啊 今年呢 要特别捡垃圾 今年呢 一定要 做好 两个 一二三点 等等 都有 所以这个 这个习气呢 都有 每个人有 优点跟缺点 所以请大家呢 想想看 我大概会讲到这个 还有还有 另外一个点 就是 我们的习气呢 会分 深度跟广度 深度是什么 深度是对自己的要求 很多习气不好 生气啊 欲望态度啊 偷别人的东西啊 叫什么 是对自己的要求 这是叫深度 然后对外的个性 很多人不敢说话 看到人就怕了 这种都是习气 都可以改 都可以出去 跟很多老师学 跟朋友 练习 跟善知识 跟 很多 环境那样的 把它弄起来 变成我们每个人 的功夫 我今天讲的就差不多 的特色呢 给大家来 讨论讨论一下 嗯 好 我大概讲 有半个小时了 接下来又给 小黄 你 对这方面呢 有没有 了解 然后 有没有 对他的 什么 整理吗 有 有有有有 我 我从小就有一些疑问 就会不断的问自己 说 因为有些佛教说 比如说 我是谁呀 我从哪里来呀 我到底 是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 其实我也 正经常去 去去去追寻 那么 在这个方面 其实有两 两个 两个观念 一个就是 现在世界上 主流的就是 维护主义 他们说 哎 你就是 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你就是从 他一生生出来的 生出来之后 慢慢就长大 然后就死掉 就没有了 这个是 一个现在社会的 一个主流思想 但是我接触了佛法之后 发现有另外一个系统 他就说 哎 其实 这个是维护主义说 我是谁 那么 我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 像那个 芭蕉 芭蕉叶 芭蕉啊 就是我们香蕉 那个芭蕉 嗯 你把它 一层的去剥开 剥到后面 你会发觉 其实里面 什么都没有 那么 这个就是佛教的 一个思想 他就说 其实每个人 就像一个芭蕉 芭蕉一样 外面包的 就是你每个人的 一个习惯 你的一些 呃 习气 当你把这些习气 慢慢慢慢拨开之后 哎 你发现 其实 什么都没有 那就 这个就是一个 唯物主义 我觉得这个 这种精神 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就 这样就可以 呃 跟 每个人的习气 可以 连通了起来嘛 我觉得 这个观点就是说 还是自己要去 呃 要有跳出一个视角啦 就跳到另外一个视角 去思考整个人生 嗯 我觉得 这个蛮重要的 用什么方法呢 你有没有投入进去 实际啊 去跟他们 交换经验啊 有吗 哦 有啊 我有啊 呃 在这个方面的话 实际 他是 他上人会讲 他的思想 就是说 呃 什么是道 道 呃 他们 很多 会出去 去帮助人家 对 去付出 无所欺望 对 去去呃 去帮助贫固的人啊 嗯 还有他们会有环保啊 就是说 去 去把那些呃 垃圾分类啊 分类完之后 把它重新去做成 可以穿的衣服啊 嗯 呃 这些东西 那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哦 就慢慢慢慢坚持去做之后 哎 会有感觉说 其实 呃 去做一件事情 没有钱 是那么开心 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 会慢慢慢慢的 会变得很快乐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其实跟外面的世界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 在外面的世界 包括爸爸妈妈 包括学校也好 社会也好 教你哎 你要去 赚钱 你要得到一样东西 你要付出努力 你要去交换 但是很少人说 你要去 没钱 要去付出 去做这个东西 那么在实际里面 长期去做之后 你慢慢慢慢会形成 哎 一些很好的一个情况 呃 发现 哎 其实帮助人家 也是很正常啊 呃 看到人家 有一些困难 也想要去帮助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哎 我再问一下啊 呃 我们泰国人就是有这个缺点 呃 有 有 有听过吗 在国际话他们说 泰国人呢 个人很厉害 就是那个 泰拳 对不对 可以打功夫啊 打很多西方的等等 我们泰国的泰拳呢 就是在世界上 也是算 差不多啊 呃 很厉害之一里面 但是他们会说 两个泰国人呢 一个泰国人跟外国人 我们肯定会赢他 但是两个泰国人跟两个泰国人呢 就开始 呃 搞不懂 因为我们都不会分谁 谁要怎么合作 两个 但是如果有三个泰国人跟三个外国人呢 我们三个泰国人就会返回来 三个人先吵架 哈哈哈哈 就没有记忆跟其他的国家了 我们会三个人会来吵架 因为合作不好 这就是我们泰国人 自己说自己的国家的人 但是 持续呢 持续这么多人 这么多工作 他们用什么东西来 给大家和和 呃 呃 协力 这个东西你 你会大概说吗 然后他们会懂的 他们一起在改变他的习气吗 呃 他们也会啦 他们像实际的话 其实表面看上去 好像去做一些上司 但是他们其实 很花时间 这个需要很大的一个阅历 像他们每天 早上五点多钟 就起来去 去行寻法相 就听佛法 嗯 大概听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就 没 呃就会经常去 去外面去 去工作啊 去去去做一些事情 去探访啊 嗯 呃去发发物资啊 在这个过程之中 呃他们会有很多烦恼 比如说 呃遇到一些的 事物的时候 他 他会有一些烦恼起来 那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 听把一些佛法里面的智慧 在在中国其他佛教的话 哎 可能很多法师就在那里 讲讲讲讲讲讲讲 但是他其实没有做 他一定是没有做 嗯 他讲得很 讲得很厉害 但是其实 他没有用啊 嗯 他根本没有去做啊 嗯 那么还有一些 现在也很多一些团体 时尚团体也好 他们就去做做做做做做 嗯 但是他们过了之后 会有很多烦恼 他没办法说 去解决有很多 呃 争争争 那么实际的特点 就是说 他把两者结合起来之后 变成有智慧了 他 可以把烦恼 装成菩提 我对这两面还 就有智慧起来 嗯 他是在在什么时候教你 还是在在做那个 志工义工的 做中学 学中做 啊对啊对啊 他们每个义工进去的话 他们有很多一些 资深的委员会带着你 而且那些资深的委员 都是经常 呃 做了 是记住了很多年 也是经常里面去听 呃 呃去听佛经啊 听佛经之后 也去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们 每个人 呃 很有爱心啊 他们会很包容啊 去带着你去去慢慢去做 很包容 这个很包容啊怎么做啊呢 哈哈哈哈 不是每个人会做 他挑这种的人 从哪里跳出来 很包容的人啊 哈哈 呃 会啊他带啊 他他们有很多一些活动啊 然后会招揽一些人进来了 进来之后他会带动 带动着他去做了 他不懂的话会教你了 呃 也会经常让你去 去感受到很多的一个很多的爱 我觉得 嗯 就像上一次我们去去那个访试哦 嗯 就是去给一些有不需要的人发放一些物资 那有一些世界 他他他他对一些些人关心啊 他关心就是说 他对他来说就是 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嗯 很关心 他会讲一些话语啊 是站在他的角度 这个是 呃 其他的东 其他的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他包括他爸爸妈妈都做不到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 就有一些爱 真正的一个大爱涌现出来 呃他是可以 从我 我是可以感觉到是从他们的身上 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嗯 这种东西很厉害 但是这个需要长期的去 长期的去 去训练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习气 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长期去做好事 去 呃 听佛法的时候 他自治上这样 会形成一个 一种很 很有感染力的一种 一种 磁场 嗯 对 他们好像他们叫人文 对不对 他们他们有这个整套的一个人文 对吗 他们他们有这个整套的一个人文 哇 你你你讲的这个我也会感受到 因为我呢 也是会常常 带泰国团去参访这个磁器 以前我在台湾呢 16年 我有最少七八年到 一直在带泰国团去参访 那我刚开始也也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后来呢 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受什么传染 对不对 我开始感动了 看他们在做 我会很容易会流眼泪 然后听看他们的视频等等 我就在那边流眼泪了 我觉得这一套呢 在外面的人如果没有进去帮忙出去 看不到 对不对 对吧 也不会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很温暖的 外面现在谁会有啊 大家都忙死了 但是他们那种的爱 我呢 会取这个名就是 妈妈 大爱的精神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也不是因为要批评 妈妈 就是大家都都急的忙的 也没有祖先的人来教你怎么说啊 刚才你讲那个很重要啊 实际的人他们讲话呢 好像同一个人讲出来 他们都是很有那个叫什么庄严的 他们叫静思语啊 你讲讲几个给我们听吗 你会吗 感受到 静思语啊 静思语啊 有感受到吗 静思语啊 还没有 现在还能去学啊 还能去学 他静思语是上人讲的一些 他就智慧了一个话了 对 他们说 人人家不能不能等 有两个校不能等 就是那个 叫什么叫 不能倒 不是 就是学校跟宗教不能倒 而不能慢 不能慢就是 有校 校顺跟什么校 另外 有很多成语听起来就是 很有很有智慧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欸静向老师 我我我我 呃 看那个词系一些 比较多年 差不多超过十年的一个师兄师姐 嗯 嗯 我一接触到他 会觉得 哦 这个人 很有境界 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他的一举动 他的 走貌啊 会 看起来会很开心 很 很平静 嗯 嗯 嗯 会有这个感觉 很庄严啊 就是很庄严 小黄你评估我看看 我也接触此地了超过十年 我有没有这种刚才你说的 很容貌 很平静 很有境界 有没有 哦 赶快说 哈哈哈 哈 说不说不好 不能不想 不请吃饭啊 哈哈哈 也不一样啦 就像老师你 如果把直接的衣服穿上去 你就会好 就会有了 哈哈哈 哦 是吗 有那个资格吗 你要穿实际的衣服 有那个 你要穿实际的衣服 嗯 他实际是一种 那种很斯文的那种啊 那你不一样 你那么活泼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实际也要活泼嘛 哈哈哈 实际的 其次比较庄严啊 他没有 庄严 对对 嗯 有啦 偶尔 他们 他们笑得很灿烂 哈哈哈 但是他们在 在那个台上表演的 那个 叫什么 手语 对不对 手语 对对对对对 对啊 那种手语 我会觉得这样的 我个人呢 就是在泰国出家了20年 然后呢 对自己的 消除烦恼等等 也是很认真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都做不到 所以呢 就找不到那个快乐在哪里 但是 终于我有一天有这个不报 飞到台湾去 我去补我缺的 的那个个性 那然后呢 我就会懂的啊 其实 我们呢不用那么孤独 有个人 一直有个人 修个人 想要想要得到什么结果 什么 一果二果三果四果 又得到圣人 又得到涅槃 又得到解脱等等 我我现在对不起 我不需要了 哈哈哈 我找到我自己的个性 我本身呢就是很快乐的 本身呢就很喜欢帮助别人 但是我看别人他他没有 我就觉得我很骄傲 我说骄傲是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我做这种呢 我做得很轻松 呢 不会那么孤独 但是我看别人都不喜欢 不喜欢说话 不喜欢服务别人 但是我呢 我又喜欢 呃 跟人家打交道 喜欢帮助别人 我觉得 哦 这个效果就是 找到我自己的平衡点 啊 啊 就是有深度跟广度 因为我 因为我了解了 我肯定认可自己了 我就不用等 谁什么圣人来 来承认我 然后呢 我就天天活得很快乐 吃得很少 吃也不是那么少 差不多 穿 用 然后呢 就有自己的那种的 累积过来几辈子的 可以跟人家做事啊 会听话 会跟合 人家合作 会尊重别人 会感恩别人 会 呃 善解 会包容别人 这种我觉得 刚好那个词句呢 他也 强调 是不是 小黄 哈哈 对啊对啊 刚好就是 刚好我有啊 诶 静向老师 那对这个十一期来说 像菩提勒真者 他会比较特别的去讲 呃 他他不太会讲 我就是 我觉得 在泰国呢 他们只是会说 烦恼 烦恼 他是往那边去了 去讲那个什么 贪啊 称恨啊 愚痴 讲的 讲的变成 太细了 太 叫 抽象 还是抽象 整道捉不到啊 抽象了 太抽象了 但是呢 我 我是因为 是中国人 然后 才来回 看到这个词句 看到尊敬感恩 善解波隆 不只是菩提勒真者 在泰国的这种 佛教里面呢 缺缺点 缺这个强调 人文 我就叫人文嘛 人文化 他只是会说 自己自己自己 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他怎么改啊 怎么改 不知道啊 只是会灭掉烦恼 灭掉烦恼 要得到涅槃 解脱解脱 但是如果你没有 好的朋友 因为佛陀还会讲 要好的朋友 好的善知事 好的环境 你才会灭掉烦恼 所以词句他就一个答案嘛 刚好有朋友圈 有环境 他会拉你 会给你大爱 会给你 刚好那个 熏 熏陶瓷的环境 你就变成 我是现在就是那个 词句的 熏陶瓷的东西出来 我就变成一个 插花的 那个叫 我们叫 摘干你们叫什么 我这样讲可以吧 熏陶瓷 也可以这样讲 其实就是说 打个比方嘛 就是像实际做环保嘛 他们把一些废品啊 别人家不要那个塑料品啊 他捡回来之后呢 分类分类完之后 他们就一定用实际的一个拱场 然后就做成 做成东西 你看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毛 这个 围巾 就是用那个 塑料品做的 嗯 塑料品啊 对 他就是可以做成 这个可以用的了 嗯 那其实 在实际来说 他就可以把那个 把烦恼 转成菩提 哇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我又忘记了 这个是他们的 五星 五星的 技术 对不对 比那个 这什么 四凉拨千斤 对对对对 江山峰 我这个我一直在用啊 我跟你说呢 我现在我一直在用 嗯 我天天都会碰到很多事情 会看到 会听到 会闻到 肯定的 不是 完全 每一面事情都会圆满 都会 开开心心 不会 不可能 但是我的 那个 那个什么 头脑的角度 那一刹那的 我就会把它转 咻 围巾变年级 咻 所以我就 没有给他 有机会去 点那个火的 叹真吃 我一直在 叹 叹 叹 就是好像那个 四凉拨千斤的 你来 叹 叹 叹 哈哈哈 不用给他有机会 出火 点变成火 你小小的温度把它灭掉 嗯 这是我一直在练 然后又很高兴的 很多事情呢 以前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要骂 要 要闯出去 要打别人 现在这种歌 烦恼这种都没有机会 出现了 这个在佛教 那个叫什么 这个很重要 转烦恼为菩提 哦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这个我最近也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感觉 嗯 就是说哎 当你出去外面之后 你很多事情很多东西 不足以的时候 哎那你就会有很多烦恼 很多不开心的情绪出来 嗯 嗯 那你要把你变成一个 工厂 废垃圾 进来 变成好的东西 出去 是 就是要把自己训练成 像这个样子 嗯 这个比例很好 那这就几十九 智慧 那几十九 智慧就出来了嘛 这个就是智慧嘛 对 对 这个功夫就是要长期去做 嗯 对 然后呢 我是以前有在 泰国南村法教他会说 阿罗汉的心就是没有烦恼的人啊 就是好像他弄一个锅的 在那个乳在那边 他就烧得很热了 就是代表你的 你的觉醒 你的 你的警觉 都 都一直存在了 然后他就变成那个锅 被烧好了 然后 外面的处 眼睛看到 喜欢不喜欢 他会变成一滴水 掉下来 在那个锅里面 他掉下来 他就被我们的这个智慧 把它烧得 那滴水就 就变成 烟变成 小样子不见了 他没办法把它累积 变成水 水变成河 变成欲望等等 不可能 佛教就把这个来当做比喻说 人的心呢 就是在开眼睛 听别人做事情 跟人家合作的时候 但是那个心中呢 都很 觉醒 灭掉烦恼 然后 但是你这句话更厉害就是 把烦恼 转变成菩提 找办法 帮助别人 这个也是智慧的 最厉害的 你看他插花 以前人家插花 为了漂亮漂亮 他把那个花变成 去尊敬别人 去送给恩人等等 你看这个插花 另外一边呢 那个喝茶 本来喝茶 本来喝茶就只是服务服务 讲讲说货而已 实际就把那个 喝茶变成茶道 他解释呢 我不知道你有 给他们培训过吗 小黄 他讲得很美 还没有机会啊 还没有机会吗 还没机会吗 茶花也没有机会吗 男生不茶花 不是 你就是 你没有机会 我譬如说 给你听好不好 他就 他就好像我 因为我常常会跟他们那个 叫什么 接触吗 我带团进去 他们会 会给全部的实际人 男女都一定要学到 一个是 插花 他们叫花道 一个是茶道 一个是 叫什么 写书的 那个叫什么 画画 笔画 那个是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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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那种的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文化 他搞变成人文 搞变成人文 我譬如说 在日本 我曾经有去过日本 花钱去看他们在 在用那个茶道 茶道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就有一个女人的 慢慢的 转转 煮那个水 然后放那个茶 那种就是很美的 种作 而已 差不多45分钟 连说话都不用说话 然后就很尊敬的 结束 所以我就说 只是做到这个程度 全世界都是五 日本的茶道 很美很美很美的等等 但是 实际 不是 实际 他会给你上课 这个茶 花到 两个小时 他会给你分分的讲 那个两个小时 变成 十个重点 他会带你进来 今天呢 我们会来 会来 学这个茶道 所以第一步呢 要请大家 脱鞋 然后在走的时候呢 会轻轻的碰我们的土地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土地呢 被人用的 利用的 乱七八糟了 所以呢 我们会 保护这个土地 他讲那个土地五分钟 然后就请大家来做 在做的时候 他就会说 我们要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安静下来 因为我们要开始学 所以 给大家 听音乐五分钟 学习放松 十分钟了 然后呢 再要 要张开眼睛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准理 准备要 怎么做 有四个人 四个人里面呢 肯定的 一定有一个人 会牺牲 负责要煮水等等 那个人是菩萨 因为三个人只是 受到那个菩萨 他就讲那个五分钟 人呢 希望会有人来照顾我们 再讲这个 又五分钟 然后呢 又又讲那个三个人呢 要怎么去合作 要面对 又又讲说 现在很多人都不会面对 都会分开 不想说别人的事 再讲这个五分钟 你看 他讲差不多呢 有差不多 有六七八个点了 还没有喝茶 到差不多 第八第九个点 他才会说茶 茶是中国的茶 以前的茶 我们早上要去拿出来 三个月等等 要拿来烘干等等 又讲这个五分钟 他在煮的时候 要用多少度 讲这样 嘴巴讲讲讲讲讲 十个点 一个半小时了 还没有喝到茶 哈哈哈哈 小王你懂吗 我没没没试过 对嘛 所以你看呢 你去参加过 你去参加过 你去参加过那个茶到 茶到不是 一上到那边就喝茶 不是 他会想的一点一点一点 然后我们都应该要尊敬别人 尊敬别人要什么 然后我们会想什么 心想好事做好 做好 说心想好事 说好货 做好事 哦 他讲那个十个点的茶到 不是我们坐在那边看人家煮水 就王你分分得清楚吗 你看 花 花到又另外一套 哦 讲得很美 花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是花 花有梅花有红花黄花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花 这朵花呢 是为了要去奉献别人 那我们要怎么跟人家生存 我们要怎么跟人家合作 他讲这种花 插花 插花不是拿花来 来讲讲讲 放进去有高有低 啊 结束 那是日本人教的 但是实际呢 把它讲变成有人文在里面 这朵花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保护 就讲到环境 讲到水 讲到山去了 嗯 小黄 你去学吧 哈哈 对吗 我觉得很感动 书法又有另外一套 讲得很美很美 不是一般的 写一写而已 你有机会 你跟他们申请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 他们 其实把这些是当作工具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他们把佛法融入到里面去了 对 就等于让你去亲 亲身去接触到 哎 其实佛法很简单 他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对 但是有这样子了 对 因为日本的茶道 我就没有去怎么接触 但是他 我觉得日本的茶道 包括他的一个 武术道有点像 泰国的 泰国南川的一个精神 嗯 就是把他做到极致 但是很 很很极端 很极端 往一个高峰去 去到一个高峰 哦 人家看来就往沉默去 哇 这个好高啊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好像很庄严很 很高高在上 嗯 这个是 最厉害 国家的程度等等 变成 只是高在那边而已 对 所以整个日本来说 他 他很多东西都做到很极致 其实包括他的一个 呃 武术道了 其实他如果从这个极致去活 那么最终就会爆发出一个战争 那他不是以爱啊 不是以和平啊 他是以一个极端啊 那么日本 就他当时就会一个侵略嘛 他整个国家都会拿着 其实这个来说 也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了 对对 对整个世界来说 他不是和平 对 所以他们就变成 我们在佛教里面这样 呃 这什么 太过分 对不对 两边的极端 享受的太多 另外一边就变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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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类呢 就很很难找到自己的平衡点的学习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程度 很厉害了 小黄 因为呢 我们从小呢 我们讲八正道 八正道是什么 我讲了一大糊涂 输了一大堆 你讲什么 正见正念正经为 正经经 等等 到底什么 就是 你要自己找到你的均衡 平衡点 不要太极端 太极端 就是对你自己的要求太多 太高 也做不到 找到那个刚刚好 你这辈子的波罗蜜做到 这个也难了 另外一边 对外有时候也是 做太多也不行 会干净化 会癌症病死掉 工作做太多 赚钱太多 没有好好的休息 也会死掉 所以你们看 两边的 啊 修行太多也会疯 会疯掉 会疯狂掉 不修行 往这个吃了往乐太多 很快就会得癌症病 会死掉 三高 找不到自己的 找不到自己的 叫什么 知足 知足点 对不对 找到这个回归自然的本性 就是 把自己 把回归到自然 像自然一样 嗯 这点就很重要 对 对 好了 我们今天呢 也是 讲到 小黄 你 你点谁 你认识谁 你就给大家 多多讲自己 感受 每个人讲一分钟 好吗 有几个人我看不到 今天 哦 今天还有一个 胡静姐姐啊 胡静姐姐有在听吗 也可以 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这个佛教的一些看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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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嗯 但是 就 晨 van 这是